接下来要教大家一个保健保养肺部的 简单的运动跟动作 那首先大家先双脚并拢 然后吸气的同时把左脚抬起来 往旁边跨与肩同宽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两手往旁边举起来的时候吸气 然后放到身体前面 像抱住一个圆的时候 蹲下来吐气 接下来把两只手 手指交叉放在身体前下方 然后手心向上 然后双手往上移动 同时吸气然后站直 然后到差不多脖子胸口的地方 手掌往上翻 翻到上面 那头可以微微地往上看你的手 这个时候都维持吸气的状态 再来是双手自然而然的往左右两旁放下来的时候吐气 然后双膝微蹲 然后在前下方双手交叉 那再一次就是手心向上站起来吸气 好 手掌翻到上面 然后头可以往上看 再来左右两手往旁边自然的放下来吐气 双脚双膝微蹲 然后双手在前面交叉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的重复 可以达到开宣肺气 然后搭配我们的呼吸法 可以让我们的肺筋整个气更顺畅 宣发速降的更好 那一天大概要做多几次 是 这个一天大概是可以做一轮 那一轮大概是做五到十次 那就是以一个从现在往上 然后到最上面 然后再自然的往两旁吐气这样下来 算是一次 那一天就是做五到十次就可以了 好 然后吐气就可以结束了 接下来要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呼吸吐纳的动作 那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那这个就是在家里室内就可以进行 那可以坐着 或者是说在家里盘腿坐着都可以 那首先我们就先把两只手放在旁边 然后呢肩膀稍微的往后旋转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用太紧绷 这个动作只是要让我们胸廓稍微可以打开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两只手的手掌呢 食指的部分放在我们的肋骨下缘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使用鼻子来吸气 来吸 会感受到腹部往前面凸起来 这样就是正确的代表横隔膜往下 然后空气就进来我们的肺部 接下来用嘴巴吐气 会发现我们的肚子就往里面消下去了 那接下来再用鼻子吸气 然后再用嘴巴吐气 尽量是慢慢的越好 那这个就是一吸一吐呢就是一次 那一天呢可以做两轮 那一轮大概就是20次 所以一天可以是做到40次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也是大家试自己的身体状况 不用勉强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